哈喽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哲学A 最近我在网上看一号视频的时候 就发现在意大利啊 有一道火焰车轮知识一面的菜 过名思义嘛 就是用那种冒头火的 废旧车轮胎啊 去做一面 你给我正经一点 就是用车轮那么大一个知识啊 中间给它挖个坑 然后在里面加入一面 拜啊拜啊拜 一出锅 就可以吃了车轮知识一面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 就是把这个知识啊 当一个碗用啊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知识就是力量 如果知识真的就是力量的话 那这么一个大碗的知识 那得多有力量啊 我吃了它之后会不会就是 一拳打爆一个星球啊 我的天 从此呢我就走上人生巅峰 所以呢我就临时决定 今天我要早点C 梦里啥都有啊 所以今天我花了4098块钱 买了这么一大块帕马森车轮知识 76斤重啊 我的天哪 就我刚才从一楼给它扛到六楼来 累死了差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投个B什么的 安慰一下我可怜的肉体 它的外观呢就是一个车轮的造型 这么大一块知识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吃不完啊 这套帕马森知识呢 它也被称之为奶酪之王 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奶酪 它属于那种硬质奶酪 你瞧特别硬 非常适合拿来做一面什么的 制作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先在它身上开个洞 掏空它的身体 我们尽量给它挖圆一些 我天 特别的硬 就跟那往木头里面扎一样 我就感觉它那个奶酪 一把它挖开 它有一股脚臭味 然后又有一股奶香味 跟奶酪干吃也就是 咸咸的 苦苦的 比我想象的还好 比我想象的还是好挖一些 没有特别的硬 你要是真跟那石头一样硬 那还挖个啥呀 这种知识它跟那种披萨上的知识又不一样 这个并不能拉丝 我感觉就挖了一个小坑 然后挖出来的东西呢 居然有一大托盘 我的天 太扎实 坑挖好之后呢 我们在里面倒入白蓝地 酒是好酒知识呢 也是最好的知识 所以给我点赞投币的观众呢 也是最优秀的观众 你说对不对 下一步呢 我们来点火 火焰才是它的精髓呀 已经凿起来了 突然想起一句老话 玩火尿床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这样忽悠过 等知识融化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倒入提前做好的这个奶油液面 我们给它来拌一拌 OK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做好了 来点黑胡椒 这个火焰抽轮知识液面 网上关于它的资料非常的少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的对不对 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 现在呢我们就赶紧来尝一下 说实话 我是没什么食欲的 闻上去把它有一股那个酒精的味道 然后再加那个芝士的味道 混合起来非常的怪 我真不知道这玩意能多好吃 闻着就不行 还在尝尝吧 吃起来没什么酒味 就是一个芝士非常香的味道 这个芝士是挺不错的 越品越有感觉 越嚼越香 它就跟那个红酒一样 要品 吃起来没有让人感觉有多惊艳 很普通 普普通通 我感觉我吃不来这个奶油一面 感觉很奇怪 甜不甜 咸不咸的 做完之后 我才发现这玩意儿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 多次一举 还挖这么大坑 买这么多芝士 你干脆整个铁锅一面一炒 往上撒点芝士 都一样的呀 味道一样 啥都一样 就是形式不一样 你不要过体灵魂 你馋的不就是它的身子吗 算了算了 这盘面的我也不吃了 稍微的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我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形式 是挺好玩的 挺有意思的 但是就是等于脱裤子放屁呀 我弄个铁锅 放点芝士税 给它拌一拌 不都一样的吗 或者说我做好一面之后 撒点芝士税上去 一拌 一融化 不都一样的吗 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大一个芝士呢 那看来我今天要重新给大家打下招呼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雪桂老购王 既然做一面的时候 随便撒点芝士税就能做 花了一千块钱 浪费了一千块钱 不能推 我感觉它抛开这个东西不谈的话 它就是一个芝士一面嘛 如果大家想吃的话 就买个几百克的这种芝士 在家里面 铁锅里面 随便给它拌一拌 不就行了吗 当然很多人去餐厅吃这种东西呢 也纯属就是看这个形式嘛 那个火焰 它会推个小车到你的餐桌前 然后在你的面前表演 有表演成分在里面 可以欣赏欣赏 确实还不错哈 但是我买回家是不是太傻了呢 然后就是我厨艺确实是没那么好哈 肯定没有人家店里面做的好吃 所以呢我决定如果以后有机会呢 去找一个有这种东西的店 尝尝大厨做的怎么样 好的那我们今天视频呢先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介绍来播 顺便的表你关注 有逼的小伙伴呢可以投下啊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见拜拜